王熙梅揭露大天背后的治理名言 让身体最难受的pose才是最美的 最大的重点在于一个人要干两个人 最大于妖物的力量 妖物的力量 我们从侧面看一下可以吗 来来来 我们当时拍的时候 就是必须两个人顶着吗 互相顶 你要我顶着 来来来 哇 我以为比他腿短 我觉得因为你上半身再往后扬的时候 间接着你会显得你的下半身 你会很连拉长 其实我觉得也就是一个 在物理学来看的话 就是一个长一个短 你必须要把它比例 很重要是这只能挖你的腰 你的腿才不能乱缩 对不对 要不然你的屁股会看起来多 拍照的时候最重要是提臀 因为臀提起来的时候 自然腿的曲线就长了 其实我拍照的时候 还会有常用到一个姿势 就每次拍这个姿势的时候 摄影师都会很满意 露出很满意的香 我教给大家一下 这是你的必杀绝技 对 必杀绝技 也是要利用一个沙发 然后呢 其实是趴在 完全趴在沙发上 然后这只脚要翘起来一点 然后你穿高跟鞋要回手 捏住一点自己的鞋跟 哇 这样也好试试看 那我觉得比如说 毯子是用自己这个方法 我觉得这样的时候 还有一个方法也要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无论你是穿平底鞋也好 你穿高跟鞋也好 拜托在最后摆pose阶段的时候 一定要把脚跟给垫起来 是 没错 即便是刚刚刚鞋你也是要垫起来 你看到没有 我的后跟其实 我并没有完全是着地的 就是前面要垫起来 这样会让你的上半身更加挺拔 而且显得你的下身比例会更加拉长 对 而且你永远要记得 就是自己的小腿 哪一个角度看起来比较瘦 因为有些女生虽然是腿瘦 可是她可能因为比喻的关系 脚可能在某一些角度看起来会比较胖 所以你一定要去照镜 找到自己的脚最漂亮的 最美的弧度 所以拍照的时候镜头就要对着 你的脚就要对着那个位置 我常常看到有那种 我这个要考Linda 现场只有Linda可以做这个动作 因为你们两位都穿裙子 我常常看到很多很性感的照片 就是躺在沙发 然后呢 这样子 哇 对 然后往后一样 我知道 有有有 这怎么拍啊 其实到最后就是你的腿一定要本直 是 拉长 所以要不要把你的鞋子脱掉 不需要 不需要 我再倒的时候 其实我现在开了你干嘛 我的后腰其实要顶些东西 什么东西啊 就是我要塞一下垫子 对 好 来 塞个小的 塞个小的 其实 你还是要把在这个地方手里 把你的腰给尽量的顶起来 这样你的腿才能完全的拉长 然后 小心了 就是完全 对 对对对对对 对这是真的 我们在HIT 头都都是这样 对啊 然后你的腿一定要拉长 然后本直 对 然后另外一条腿呢 稍微有一点点弧度 就是 让腿部的线条会更好看 很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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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